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面的71%都是蓝色的海洋 约有3.61亿平方千米 我们生活的大陆相互分离 被连成一片的海洋包裹着 更像是一个个散落的岛屿 甚至可以说我们人类不仅是生活在大地上 也是生活在海洋的怀抱中 但是我们对海洋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特别是在那深不可测的海底 有多少奇异的现象等待着科学的解释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位于欧亚大陆的这片黑色的海域 科学家在水下科考中有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2013年5月的一天 一个俄罗斯地理协会科考小组在黑海上进行科考 当科考队员意外进入一艘海底沉船时 船舱里的景象把队员们吓得魂飞魄散 这是一艘二战时沉没的德国战船 根据船体大小 外形 装备等特点 科学家推断 这艘沉船很可能是在1944年苏德战役中 曾遭到苏军轰炸机袭击 后来又神秘失踪的德国战船 拖地拉号 专业人员下潜到水下一百多米时 水下一漆黑 借助特殊照明 他们发现了黑色水域中的沉船 它静静地待在海底 船身没有绣迹 也没有水草缠绕和鱼类穿梭 它安静地犹如停泊在港湾的船只一般 只是毫无生机死寂一片 等潜水员小心翼翼潜入船舱时 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不寒而栗的恐怖景象 出现在眼前 船舱里竟然漂浮着一具具尸体 他们身着二战时期的德军军装 经过清点 共有两千具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所有士兵的面容都神态安详 好像还在睡梦中 然而时间距离拖地拉号沉没 已过去了七十年 沉入海底的尸身 时隔七十年 竟然完好无损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那么一艘轮船沉入海底七十年 正常情况下 应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老陈和您一起去看一看 您现在看到的 这是号称永不沉没的 泰坦尼克号沉船的遗骸 大家都知道 泰坦尼克号 当时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客轮 采用了当时最顶级的材料 和配套的设施 耗资是七千五百万英镑 1912年4月14日 在北大西洋航行的时候 与冰山相撞 沉入了大西洋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73年以后 残骸被科学家从大西洋底部发现 这个甲板 围栏 船舵 围杆 目之所及处处都是秀迹斑斑 丝毫看不出昔日的光彩 科学家们在对泰坦尼克号沉船遗骸研究中发现 船体的甲板和主楼梯都已经被海底软体动物吃光了 甲板上几乎布满了沉船虫的尸体 通常情况下 在海底的沉船表层都覆盖有藤湖或其他海洋生物 它们能够不断分解腐蚀木头和尸体 即便当年号称最坚固的泰坦尼克号 也不能幸免 眼前斑驳破败的景象 让研究人员们十分难过 因为这些生物啃掉的不只是木头 还有历史 即使是钢铁打造的泰坦尼克号 穿岁月吞噬的面目全非 而为何黑海沉船中漂浮了70年的尸体 不见腐烂呢 通常情况下 人体死亡之后 这个体内的细胞就会开始自容 同时身体还会受到自然界维生物的各种腐蚀而分解 然而要想做到尸身不符 倒也不是找不到办法 那你比如说啊 大家都知道的穆乃伊 那是古埃及人对尸体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可以使其千年不符 而在我国新疆地区呢 也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天然干尸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国新疆地区 有一处弥漫着诡异和神秘气息的戈壁 传说此地 白天会不知何时突然狂风大作 黄沙漫天 飞沙走石 而每到入夜 鬼哭狼嚎般凄厉的声音 便从大漠深处传来 当地人把它称为魔鬼城 地匿中国设置组与相关专家 一起前往那浩瀚的戈壁荒漠 试图揭开魔鬼城的神秘面纱 科考队员在魔鬼城中仔细探查时 一位考察队员发现了一个人类头骨 上面的毛发还清晰可见 经过挖掘 一具保存完好的尸体出现在大家眼前 专家推断 这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一具古诗 等科考队员继续在周边考察时 又出现了惊人的一幕 在魔鬼城的艾斯克侠尔 艾斯克侠尔以南 及附近的五捕乡地区 出现了大片发掘过的圆形土坑 它们面积相当 排列没有任何规律 但每个圆坑内都藏有一具人类尸骨 经考古人员鉴定 这些圆形土坑墓穴中的大量干尸 正是距今约2900年 至3200年的人类墓葬遗迹 这些干尸是如何形成 未经过任何防腐 为何能保存千年之久 说到这个问题 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 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 您看新疆啊 它地处远离海洋的亚洲大陆中心 海洋气流不一到达 因而形成了明显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干旱少雨 水分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 不仅如此啊 新疆地区您看四周有高山阻隔 这白天呢 盆地内的戈壁历史 吸收了大量的热量 反射出去的热空气呢 又因为四周围的高山阻挡 无法散出 而到了夜晚呢 山外的冷气流 也因为山体的阻挡 无法进入 这就使得整个盆地 形成了聚集热量的巨大火炉 这为干湿的形成提供了自然条件 另外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 因为考古学家 在对新疆干湿墓葬群的研究当中啊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专家对干湿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 尸体的腐蚀程度 与下葬的季节 有着明显的关系 凡是保存下来形成干湿的尸体 身上都穿着皮大衣 皮靴等衣物 这就说明 形成干湿的尸体 都是在冬季下葬的 答案里说 夏季温度高 水分蒸发快 应更有助于尸体的脱水 但为什么夏季下葬的尸体 反而没有形成干湿呢 原来夏季下葬尸体气温高 细菌对尸体的腐蚀速度加快 因此尸体更容易腐烂 而在寒冷冬季下葬的尸体 被迅速冻结 细菌腐蚀尸体的过程被抑制 从而形成干湿 可见气候 季节 干湿度等 都是影响干湿形成的 重要因素 虽说木乃伊和新疆干湿 形成的过程完全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条件却是相同的 就是干燥 干燥是使木乃伊和新疆干湿 不符的重要条件 那么这样说的话 问题就来了 海水和干燥可是沾不上边 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何况海水里还游荡着许多能腐蚀船体和尸体的生物体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尸体处于温暖的海水中不腐烂 也没有被海底生物吞噬掉呢 在自古充满诡异传说的黑海深处 究竟是什么保护着这两千具铁甲舰中的尘尸呢 就在人们对托蒂拉号神秘现象众说纷纭的时候 曾负责过泰坦尼克号沉船的专家巴拉德那里传来了消息 他在黑海地区打捞沉船的时候 也曾经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沉船调查专家巴拉德回忆 一次他在黑海上进行沉船调查的工作时 为了进一步打探之前发现的沉船 巴拉德用水下机器人赫克流斯接近沉船 赫克流斯的摄像机首先拍到了商船上剩余的货物 这是拜占庭人用来存放货物的数十个瓶装罐子 但这些罐子呈现出的状态却令人大惑不解 专家巴拉德从机器人赫克流斯传回的船舱影像当中 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大家看啊 通常情况下 海底发现的陶器表面呢 都会覆盖有藤湖或者海洋生物 但是这些陶罐 您看看起来就像是刚出窑的新物品 完全看不出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从赫克流斯返回的影像资料还可以看到 经海水千年浸泡的船体 所有外露木材上都光滑洁净 既没有淤泥包裹也没有水草附着 连船身的木材纹理都清晰可见 从桅杆顶的绳结到龙骨泪材 这艘一千五百年前的拜占亭翻船被保存的完美无缺 浸泡了一千五百年的木材和陶器不仅没有腐烂 而且完好的保存着当时的样子 时光在这里仿佛凝固了 为何这些一呼寻常的不符现象竟然都出现在黑海 这片被称作船舶墓地的海域却在海底为沉默的遗骸开辟了一片不死之地 这个秘密究竟隐藏在哪里呢 科学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海水 难道黑海的海水有什么特别 比如像福尔玛林液一样含有抗腐蚀的成分 使浸泡其中的物体都会像标本一样长期的保存下来吗 不过这也不对呀 黑海里也是鱼虾成群的呀 如果是这样这些鱼虾怎么存活呢 黑海周边的渔民为何还能正常的生活呢 为了揭开黑海这一离奇的现象 科学家们对黑海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 当他们查阅了黑海历史资料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许多在黑海居住的渔民描述 他们在黑海撒网时 上层的渔网和下层的渔网常常飘向不同的方向 经常穿梭在黑海上的船长也发现 当他们借助风帆从黑海西岸 航行至东岸时往往需要两三天的行程 而返航时他们能够不借助风帆 通过在船底溪上重物 借助海流的带动作用穿过黑海 这样的旅程只需要一天一夜 黑海海水居然有这样神奇的现象 可原因何在呢 直到1967年 一位名叫马歇文里的一男女行家 被黑海的奇异现象吸引 来到了黑海西南岸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他在海峡处放下了一根系着很多软木的绳子 结果您猜怎样啊 这海水表层的软木啊 眼见着就向地中海的方向飘移 而更深处的软木真的弯向了相反的方向 哎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风 海洋表层的海水并不是静止浮动的 而是常年比较稳定的沿着一定方向做大规模的流动 这样的海水运动被称作是洋流 如同人体的血液循环 洋流把整个世界的各大洋连接在一起 洋流形成的原因很多 盛行风的吹拂是洋流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黑海南岸盛行西北风 当盛行风吹过黑海海面时 在摩擦力的作用下 表层海水被推动着向靠近地中海一侧流动 风真的是黑海海流双向流动的始作用者吗 马歇尔里却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他接下来的工作是提取了黑海上下海水的样本 结果发现 这黑海上下层海水的密度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很明显 下面的海水密度更大 也就是含盐量更高 难道是上下层海水密度的差异造成了流向的不同吗 马歇尔里关于海水密度的发现 给后来黑海的研究者们以很大的启发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海水会因为受到海面风力的驱动形成风海流 那么在面对密度差异的时候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 要说清这个事啊 老陈这儿有个故事您得听听 直布罗陀海峡位于西班牙最南部和非洲西北部之间 是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咽喉要道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二战期间 为了扭转在北非的战局 英国首相丘吉尔调集舰队 守住直布罗陀海峡 攻击在地中海上的德军运输补给线 迫于英军强大的舰队和灵敏的声纳系统 德国的U型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 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但是1941年9月的一个傍晚 德国潜艇部队20艘潜艇 隐秘地来到了直布罗陀海峡附近 他们将潜艇在海峡入口外 下潜到水下70到80米左右 然后关掉全部发动机 英军的声纳监视系统 令人惊奇的是 停机后的德军潜艇却还在平稳行进 第二天凌晨 德军发现他们已经来到了地中海的水域了 发动机关掉了 潜艇为什么还能走呢 还偏偏冲着地中海的方向 为什么德军潜艇在进入直布罗陀海峡的时候 要下潜到70米到80米的深度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个大西洋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的地理位置 地中海地区在夏季的时候受富热带高压控制 干旱少雨 海水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这就会导致地中海海水的沿度比大西洋要高 也就是海水的密度比较大 所以在直布罗陀海峡的深层海底 密度大的地中海海水会流向大西洋的方向 而地中海浅层的海水会在重力的作用下 不断垂直补偿底层海水 造成表层海水水位的下降 当然这种下降是一种理论上的几乎不会在现实当中出现 因为大西洋的表层海水会瞬间流向地中海方向 给它以有力的补偿 这样在直布罗陀海峡的海区就形成了 因为海水密度差异导致的海水流动 这叫做密度流 那么德军是怎么样巧妙的利用密度流进入的地中海呢 当时德军的U型潜艇极限下潜的深度大约是100米上下 而就是这个深度海流恰好是从大西洋流向地中海 是这个洋流的作用推动了潜艇 说明德军将领发现了直布罗陀海峡洋流的这一特征 因而完成了它的偷渡 那么德军利用海洋密度流的这次偷渡 和我们探讨的黑海沉船不符又有什么关系呢 黑海地区年降水量600至800毫米 同时多脑河 地涅泊河等河流的淡水大量注入黑海 使得黑海表层获得的淡水总和远远超过其蒸发量 淡化了表层海水的含烟量 黑海表层密度更低的海水不断流入地中海 而表层海水下地中海密度更高的海水缓缓流下黑海补给 因此形成了渔网 线程都能测量出的海流方向不同 但是科学家进一步对黑海更深海底的勘测 却发现一个惊天秘密 勘测结果显示 黑海下层的海水中不仅没有微生物 还含有大量的剧毒物质 硫化氢 硫化氢是一种无色剧毒的酸性物质 对于大多数生物而言 它是致命的毒药 通常在严重缺氧的环境中 生物尸体腐化分解时消耗的氧气得不到补充 只有艳养的微生物可以生存 而这些艳养微生物新陈代谢将硫酸盐分解 而产物正是有毒的硫化氢 可见黑海的海底中存在一个无氧的死水层 前面我们说到盐度较低的黑海海水 以沿度更高的地中海海水之间存在着这种海流运动 既然如此 地中海的海水会通过下层海流交换到黑海里 形成了类似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流动交换 可为什么黑海海底却看不到这样的交换反而是形成了一层静静的无氧水层呢 随着科学家深入海底的探测终于找到了答案 问题竟然出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深度上 原来植布罗陀海峡平均深度是375米 最大水深是1181米 足够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水在深层交互补偿 而博斯普鲁斯海峡最深处呢 仅有120米 最浅处只有27.5米 虽然黑海表层海水从海峡表层流向了地中海 但由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较浅 严重的阻碍了地中海海水从深层流入黑海 导致了深层的海水无法进行交换 形成了一个近乎近止的死水层 那么这个死水层和沉船不符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黑海海底的这片死水层隔绝了氧气与生物 对于落到海底的船只来说 它们的作用就如同防腐计 托迪拉号上的2000名士兵和拜占庭的商船 就是这样巧合的被封存在这片生命的禁区中了 而在黑海的海水上层却因为双向流淌的洋流 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海洋景象 一片黑海就能引发我们这么多的好奇和探索 使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收获 由此再放宽我们的视野 看看这蓝色星球上更辽阔的大地和海洋 还有无边无际的宇宙天空 这科学探索之旅仿佛永无止境 就像维克多雨果在诗中醒到的 比大地更广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 那么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在浩渺的宇宙中 唯有人类探求真知的心智 可以连接远古与未来穿越天与地 破解大自然的密码 领略其中的奥妙 这难道不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吗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再见